蘇一豪 詞曲 初音乐 讓我們歡迎今天講著蘇一豪 他是一位公民天文學家 也是AstroHacker in Taiwan的共同創辦人 他今天要為我們帶來的talk是 用Python拉近群眾與熏空的距離 AstroHacker in Taiwan社群介紹 讓我們歡迎他 謝謝主持人 大家好 我是蘇一豪 其實我今天是來實況遊戲的 Sherden Cooper博士曾經說過 世界上最強大的顯示卡是人類的想像力 所以就請在座大家想像一下 我現在是一個遊戲實況主 然後到實況一款遊戲到黑蛋與新的距離 在場各位是聊天室 你們可以在HackMD或Slideo上面留言 然後遊戲正式開始 那檢查開始遊戲之後出現遊戲說明 說選擇黑蛋的身份 完成動物以阻止它與新的距離 這個意思大概是 不同黑蛋的身份有不同的任務要完成 完成任務之後它可以輸入斷 這個黑蛋跟新新的距離 OK 然後畫面出現 請選擇黑蛋的身份 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高中生 一個是B.A.一陣子的工程師 就距離上來說 我離高中有點遠了 所以我會選擇B.A.一陣子的工程師 當我選擇第二個選項之後 畫面出現了關於這個角色的敘述 你小時候的夢想是當個天文學家 雖然長大後未如願 但人時常關注天文新發現的報導 然後螢幕畫面又出現一個敘述 你目前與新的距離是410MPC 這個是什麼距離單位啊 我不知道 大概比較熟悉的距離單位是 公里啊 公尺啊 然後畫面又出現一個訊息 你以裝備的道具為 ExtraPi.unit 他說你可以用直道具 將距離換算成比較熟悉的單位 我比較想要換算成公里 所以我就用這個道具 使用這個道具之後 螢幕出現了一個敘述說 一個PC 是天文學家常用的一個量測距 描述星星與地球距離的一個單位 它叫中文翻譯到秒差距 然後它大概是3乘以10的13次方公里 然後410MPC就是410乘以10的6次方 就是百萬PC 它大概是1.3乘以10的22次方公里 然後台灣的長度大概是400公里左右 所以各位聊天室的各位可以想像一下 這個距離差多少 然後畫面又出現 人類第一個發現重力波波源 是這個代號 它與地球的距離大概就是410MPC 當我關掉這個訊息之後 出現了任務訊息 你上網瀏覽今天的新聞 發現有個天文新發現 新聞中有原始論文的連結 那你好奇天文學家是如何去產生這樣子的研究結果 得到這樣研究的結論 所以就想要打開連結看看論文 這個任務應該還滿簡單的 只是點開連結而已吧 所以就點開連結 請繳繳論文購買費 我沒有錢啊 怎麼去買購買論文呢 但是我看到兩個箱子 聊天室各位 如果你常玩RPG遊戲的時候 會有壞習慣 就是到人家家裡到處翻箱倒櫃 所以這個直覺上 箱子裡面應該會有錢 好吧 那我們來搜索一下 嗯 404 一個是空箱子 好 那我再翻另外一個箱子 嗯 出現了錢的符號 但它錢是非准的符號 OK 所以我從箱子裡面得到錢 然後繳繳了論文購買費 任務完成了嗎 嗯 請輸入內部人員密碼 以便取的該研究過程所需要 或貫徹資料的程式碼 糟糕 我不知道人員密碼 卡關了 OK 這時候螢幕出現 任務失敗 請重新選擇黑暗的身份 但我現在不能選擇工程師了 只好選擇高中生 好 選擇高中生 只好出現高中生的描述 你是某個高中天文社的教學長 你想做點事 然後你目前與新的距離是 54mly 嗯 又是一個新的距離的單位 m剛剛看好像是百萬的意思 所以它是54百萬ly 好 那我再度使用剛剛的道具 去換算成比較熟悉的距離單位 這時候畫面顯示說 一個ly就是所謂的一個光年 它大概距離是9.5乘10的12次方公里 然後 54mly大概是5.1乘10的24次方公里 然後這時候螢幕又出現 m87這個星系 距離我們大概是54mly 然後m87呢 人類史上第一個拍攝到黑洞影像 就是在m87這個星系裡面 OK 那我們就關掉這個畫面 然後 任務出現 為了讓天文社科不要有理論的敘述 你想用開放的天文資料來動手畫圖 也是畢科課本上面的天文觀念 然後這時候畫面出現了一個動畫 就是我這位黑蛋上網去搜尋 相關的天文的開放資料等等 動畫結束後出現一個訊息 網路上雖然有很多開放天文資料 但你無法理解資料欄未代表意義 也不知道如何使用 嗯 卡關無法完成任務了 OK 真實螢幕出現任務失敗 然後它下面有個答案就是 遊戲尚未結束 黑蛋能去前進 什麼意思呢 我不是已經失敗了嗎 OK 畫面要出現 請選擇黑蛋的身分 這大概有點像是有二週目的那種遊戲 所謂的你在玩過第二輪的時候 你會觸發新的角色之類的那種遊戲 所以目前有一個新的角色是轉職的天文模式 OK 那我就選擇這個角色 角色描述 你天文所畢業後轉職 但能想利用業餘的時間對天文教育 以及研究所貢獻 你目前與新的距離為2.5個百萬AU AAU是什麼意思 好 再度使用剛剛的道具 這時候螢幕出現 一個AU是一個天文單位 大概是1.5乘以10的8次方公里 然後這個一個天文單位 就是地球跟太陽的平均距離 然後2.5個百萬AU 大概是3.7乘以10的14次方公里 然後這時候螢幕又出現說 一個在2017年發現的一個太陽系外的行星系統 Champus-1 它就是距離地球這麼遠 然後又跳出個視窗 有趣的新知識 Champus-1這命名來由 是有一群比利時天文學家很愛喝 Champus 修道院啤酒 所以他們就把這個星系統命名為Trans-B 然後這個星系統裡面 它裡面的行星有分 Champus-1,A,1,2,1,B等等 他們也用修道院啤酒的牌子去命名它 OK 那關掉之後出現任務訊息 請你參加Astrahack in Taiwan社群舉辦的天文黑客森 以天文的專業知識協助其他黑棠完成任務 並填寫黑客森活動的問卷 然後這時候畫面又出現一個過場動畫 就是我這位黑蛋去參加 報名參加Astrahack in Taiwan的黑森 然後在HackSong裡面遇到了剛剛前兩位黑蛋 然後跟他們有些交流 然後對於工程師的黑蛋他提出他的疑問 然後我剛剛講說網路上有一些開放授權的論文 然後可以供大眾去閱讀 比如說用創作信息開放授權的天文相關論文 然後我也介紹他一些網路上有一些平台有繪整 一些可以去在線天文研究結果的一些Python程式碼 他可能是用NIT授權等等 然後對於高雙生黑蛋 然後我跟大家解釋他找到的一些天文開放的天文資料 他的天文資料欄位的意義 然後如何去使用它 然後在HackSong我也填完了HackSong的問卷 然後這時候過場動畫結束之後出現了破圖 OK這是今年5月25號 新大服裝天文黑客中的回客問卷 然後裡面提到了一些問題 然後比如說有些人 參與者需要有一定的背景 然後有些人覺得一天的時間過短 然後有些人覺得需要Python才可以 報名參加 需要會Python才能報名參加HackSong等等 然後或者是說 有些人不知道怎麼去提HackSong的提案 然後當我關掉問卷視窗之後 畫面顯示任務成功 你目前與薰的距離為EAU 但遊戲未玩帶去黑蛋的前進 所以我們現在 遊戲就到此告一段落 然後我們從 藉由這個遊戲過程 我們已經從大約是10的2次方公里 這個距離前進到 縮短距離到差不多10的8次方公里 上面提到的一些想法是 AstralHackSong in Taiwan 這個社群已經在進行 或者是一些對未來的願景 然後接下來我會再多介紹一下 什麼是AstralHackSong的社群 AstralHackSong in Taiwan 是由我跟我天文所的學長陳正中 他共同創辦的 然後他因為這幾天在忙婚事 所以無法先來 然後雖然我們兩個都已經離開天文學主界了 但是一方面我們還是想跟天文有所聯繫 另外一方面我們都喜歡開放的文化 所以我們想說成立一個社群 然後看可不可以利用開放的天文資源 比如說城市碼、觀測資料等等 然後跟大眾一起來協作 然後對天文教育或是天文的研究上有所貢獻 然後我們目前有三個紫色群 第一個是中央大學 這下面三個都是FB社團 然後第一個是中央大學天文所 Python使用者討論會 他一開始就是為了在我們天文所上有一起討論Python 然後怎樣使用Python 但是如果你對於Python如何應用在天文上面 或者是有什麼Python相關的天文告件 然後都可以來加入這個社團 然後再來第二個社團是遊戲化在天文教育及傳播的應用 所謂的遊戲化就是將遊戲好玩的元素或機制 應用在非遊戲的情境上面 以達到說刺激參與者的動機 然後我們想這個社團主要是在討論如何應用遊戲化 在天文教育跟天文的傳播上面 再來是第三個社團是天文黑客松 我曾經參加過國外的天文黑客松 也曾經參加過台灣的G01社群辦的天文黑客松 然後還蠻喜歡就是不同背景之事的一起來解決問題 所以我想在台灣辦天文黑客松 然後更精確來講是以天文公民 公民天文學主題的黑客松 然後目前已經辦過兩場在我高中五校 就是中心大學的副主中學在台中 然後有辦過兩次天文黑客松 然後剛剛看到的那個問卷是 第二次黑客松的參與者的回饋 然後除了這些社團可以加入之外 我們還有進一步要做什麼呢 第一個就是想在G01的黑客松上面挖坑推坑 這邊解釋一下 推坑挖坑是G01社群的術語 就是挖坑一直就是在黑客松裡面提一個 針對某個問題提案 然後推坑就是召集大家去參與這個提案 然後我想要我們想要在G01黑客松提案說 如何應用遊戲化來改進可以用黑客松 像剛剛問卷上面提到說 有些人覺得需要設一點門檻 比如說會不會Python 但是我們那時候我們認為說 我們初衷是讓大眾都可以來參加黑客松 所以 不太顯像說就是會有一個程式的技能的限定 然後再來是有些參與者不太知道怎麼去提案 不知道怎麼去提問 怎麼解決問題 然後我們會希望說在G01黑客松上與其他重能討論 然後並用遊戲化去降低入門的門檻 據說G01黑客松會在12月舉辦 然後到時在場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一起來跳坑 OK 然後再來是撰寫部落根文章提供開放資料的使用法例 比如說有哪些天文的觀測資料可以使用 然後如何用Python去結屬那些觀測資料 然後再來是ASCL上的Python套件 這邊點開一下連結 SCL它是一個平台是放跟天文研究相關的程式碼的平台 然後為什麼程式碼對於天文研究那麼重要 就是研究上我們需要是要讓人家 可以重現研究的結果是科學方法中一個很重要的手段 那個科學方法 然後在現代的天文研究中很常使用程式碼去下載資料 去分析資料 但如果你在發表研究論文的過程中 的時候你沒有附上程式碼 別人很難去重複你的研究 重現你的研究進而去檢驗你的研究 然後進而去發展你的研究 所以SCL這個平台就是當你發表了天文論文之後 然後它提供一個平台可以讓你註冊跟這個論文相關的程式 讓你可以去重複它的研究結果 比如說像前陣子很有名的 可能有些人聽過就是黑洞的 就是前陣子的行為很大的 我們人類第一次拍攝到黑洞的影像 然後它相關的Python程式碼 Python套件可以在這平台上找到 然後再來是剛剛一開始遊戲中在換算天文單位的 有一個Python套件叫OstrapPy 它是匯局天文研究常常使用到的一些功能 比如說檔案換算、座標換算 或者是時間資料的分析等等的一些模組 然後它匯及到這個套件裡面 OK 所以未來打算說 就是撰寫部落格文章去對這些套件去做敘述 然後去提供使用的辦理 提供給大眾 比如說高中生 或者是社會人士使用 然後再來有了第二項的基礎之後 然後我們想進一步能建立一個 可以引導大眾使用開放天文資源的遊戲化平台 以作為公平天文學家的基礎詳諺教材 OK 那為我今天的報告就到我先到這裡 謝謝大家 好 那我們再一次用熱烈的掌聲 謝謝一號精采的演講 我看因為目前slido上好像沒有問題 所以想問一下現場的觀眾有沒有想提問的 如果有的話就直接按你前面的button 那就可以直接提問 好 那目前沒有問題的話 那如果你有想要在會後的講者交流的話 可以到外面的黑桌 那讓我們再用最後一支熱烈的掌聲 謝謝一號 謝謝 喔 slido上有一個最後的問題 不知道方不方便再回答一下 對 在最後一秒 對 他問你有看過開放天文資料有UFO相關的 沒有 呃 對 沒有 好 那等一下也許可以再跟一號多多討論 對 好 謝謝 OK 謝謝